山东男子建立假银行,警察都被彻底震惊,老刘是村里的种植大户,他经常去县城的银行存钱,因为他所居住的这个小村庄,距离县城有一个多小时的距离, 每一次办理相关的业务,都需要跑上一整天很是麻烦,然而突然有一天老刘惊讶地发现,在这个村子的附近竟然开了一家国有银行,这家银行和市里面的那些银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,甚至服务更好,行长自称老张,也是附近的一个居民,他买来了很多的礼品告诉周围的居民,只要在这家银行存钱,就能够送鸡蛋或是送米面,这对于农村人来说非常有诱惑力, 没过多久,附近的村民就把自己的钱财全部存入了这家银行,有一天银行行长张某突然找到了老刘,说上面给他分派了一百万的存款业务,现在还有四万块钱凑不够,他希望老刘能够帮自己想想办法,这些日子他们交往的还算是比较顺利,老刘毫不犹豫地从自家拿出了四万元, 由于定期的利息比较高,所以他办理了相关的存款手续,然而没过几天,老刘需要购买大量的蔬菜种子,他想要到银行将这四万块钱的存款重新取出来,可工作人员却告诉老刘,机器的设备出现了一定的问题,现在只能存款,不能够取钱,可第二天老刘又来到了银行询问,工作人员却说钱被送到了县城总部,一时之间拿不回来, 山东男子投资四千块,在村中建立假银行,村民存钱后才发现真相,听到这话以后老刘彻底的傻眼,所以他又花了一个多小时的功夫来到了县城,本以为钱能够取出来,可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看了这张存单, 明确表示这个存单是假的,上面所盖的张子和他们银行有着很大的出入,除此之外,工作人员还询问老刘究竟是在哪里办的存款手续,在听到是爱区村后,工作人员进行了网点查询,最后确定他们银行从来没有在爱区村设立存款地点, 此时老刘被银行欺骗的事情已经传得人尽皆知,周围的村民都拿着自己的存单到县城的银行,让工作人员帮自己看看,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存单全部是假的, 老刘和周围的村民也立刻向警方报案,在听说有假银行在附近的村子出现,警方感到非常的诧异,居然有人敢撕涉银行骗取居民的钱款, 他们化妆成便衣来到了银行进行观察,这才发现这个银行合成里面的银行基本上是一模一样, 也难怪村民们会毫不犹豫地相信,行长张某应该就是此案最大的罪魁祸首,银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是张某雇佣来的, 在确定了所有的犯罪证据以后,警方立刻将张某抓捕归案,而此时他仍然坚定地说自己所办的银行就是真的, 而且还告诉民警他们无权看自己的授权手续,听到张某的说法以后警方被惊呆了, 他们拿出了足够的证据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口供, 确定了在这个村庄里面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国有银行。 山东男子找准赚钱机会,在村庄中建立假银行, 短时间内流水上百万,此时张某才终于显得有些慌张, 据他所说在前一段时间他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想法, 他花了四千多块钱购买了一些类似于银行的设备, 至于存单也是他在其他的二道贩子手里购买的, 他刻了一个假的张子,附近的村民不经常去城里的银行, 所以根本就分不清其中的区别。 至于银行里面的工作人员,都是他刚毕业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同学, 这些孩子才毕业没有多久,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深浅, 所以被张某以每个月几千块钱雇佣过来帮他做这样骗人的勾搭, 至于被张某拿走的那些钱, 大多都被他用自己和家人的名字存到了其他的银行之中。 据张某交代,他本来是想着让所有的村民都存定期的, 这样一来,等到后面他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本金还给这些村民, 给他们一部分的利息就可以了, 这些钱可以被他用来投资其他的行业, 赚取更多的钱,这相当于是一笔没有利息的贷款, 而且还不会被任何的村民发现, 可是却没想到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贫穷了, 就算是村中的大户,也根本拿不出几万块钱, 这才导致张某的轨迹被人提前知道, 警方也派人拆除了假银行的牌匾以及里面所有的设施工具, 并且将售卖相关假工具的老板也一起抓了起来, 附近村民的钱财大多都退回到了他们本人的卡上, 警方也对他们进行了金融教育, 告知他们如果想要存钱的话, 必须要确定银行的真伪, 不过能够做出张某这种事情的人也的确很少。 以上就是山东男子投资四千块, 村中打造山寨银行, 警察感慨比真的还真的内容, 不知大家怎么看待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。